介绍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智慧交流 本来大家说是让我来讲讲土地问题 然后曾经用过的一篇文章 我刚才在两年多以前写过一篇叫做实质路口的中国土地问题 但是之所以那个时候用这样一个实质路口这样的话题 是因为两年多以前我们中国就在修订土地管理法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观点 那么我们也不能老在实质路口吧 也不是随时随地一直在实质路口的 现在两年多已经过去了 我现在也就不离再讲什么实质路口了 那么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讲土地问题 其实老是说面对的是现实 但是讲人的话都是历史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也不想直接讲现实的土地问题了 当然大家可能都知道 一旦有人说中国应该把土地所有人交给农民 马上就会有人说土地交给农民就会发生 所谓的土地自由满卖 土地坚定农民战争等等 而且说中国革命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等等等等 那么因此我觉得呢 实际上看来啊 这个土地问题其实我们是整个有一套说法 就从历史一直说到现代 那么这套说法它本身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 那么我这里啊 今天我这就 我讲现实 我只是讲一个历史问题 就是那个 本世纪前半期的那场中国革命 对吧 这个和土地的问题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我们不知道以前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中国革命就是 反帝反攻殿 反帝当然是对付外国 反攻殿就是对付地主 讲的简单点就是保土地感觉 那么共产党应该把土地感觉 赢得了农民支持 赢得了这场暴征 而共产党应该不搞 所以就失去了地方革命 那么这个说法影响很大 之所以说这个说法影响很大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不仅共产党方面是这么说的 国民党方面也有很多人是这么说的 因此它显得特别可信 你还假如只有一方面这样说 那么有些人就说那只不过是你的一面子 共产党中也有很多人要说这就显得很可信 比如说共产党尤其在他快要十八年的几年 其实四八年很多共产党要员都说过这个话 所以说其实共产党没有什么了解 我党也对什么别的毛病 只不过就是 在土地改革这个问题上让共产党上个先机 其中很有名的就是那个 军科当时的行政院长 曾经在1947年底 就过一个讲话 他说其实啊 我党还是很伟大的 中共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但他为什么会将它变成这种局面呢 那就是因为中共其实无非就是实行了 我爹的大家不叫我爹的叫先总理 先总理的三种主义中的民生主义的一半 其实大家知道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必权皆自知的 然后他们说 共产党其实就是实行了 民生主义一半就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 我们呢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听我爹的话 生一点就吃了很大的亏 得出的结论就是 只要我们听我爹的那就是没个人 那么这个话 最终解释啊 我就从就想起那个 西线人大会上林彪的那个话 林彪当时有名句名言啊 说是我们以前取得的所有同学 就是因为听了老主义的话 那取得了一切碰到的一切碰到的挫折 就是因为没有听老主义的话 对吧 这种总结啊我觉得是对他们来讲应该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假如你比如说当时很多人其实并没有 当时其实国共两党之外的中国人 没有什么人这样的决定 那比如说当时的第三方司令 林彪啊什么一般都说 国民党之所以法材是因为他们一党专政 独裁独败 可是你要让深刻讲 我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一党专政独裁独败 听起来就好像没有讲 我党失败是因为没有听我爹的话那么 那么那么好解释 但是这里头啊一定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国共两党都有人这么说 当然共产党是基本上都这么说 国民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也是这么说 那么一方面我们可以说 正非因为什么两方面都这样说 好像这个是 的确就是这么回向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这么看 那么两方面都这么说 其实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其实从某一个侧面也可以承认 国共两党其实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 或者说的意识形态分歧 并没有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么大 正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其实相当接近的 因此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相当接近 而与这两党以外的各派事例 好像就很多人都不是这么看 因此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实际上这个1949年以前的这场革命 是在意识形态比较接近的两股 事例之间发生的一场生意识形态 而这个意识形态距离最远的两股 那些事例 我正讲的主要是就土地问题外面 意识形态距离最远的 或者说对土地问题的看法 相比最远的这两股 倒没有发生的 像个真正的事 那我后面就要提到 当时除了国共以外的第三方 那比如说民主党派 那比如说这个主义的 比如说传统南瓜等类的 就像我们今天很知名的 什么梁振铭 这些人 他们对于土地问题的看法 可以说不仅比共产党好 比国民党更好 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 跟共产党发生什么矛盾 因此我觉得 尽管土共产党 都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 是不是因为他们都有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就是一定是能够成立的 这当然就是可以讨论的 因为也许都有这种说法 其实刚才说明他们俩 相当的那个意识形态 或者说土地问题理论 其实相当并不一样 那么 这里我要讲 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 这个民国年间土地问题的重要程度 到底是不是 像我们以前讲的一样 土地真的那么集中 因为土地问题导致了地主和农民的 矛盾真的那么严重 然后土地问题是不是导致 国共之间 产生那种纷纷和合的原因 然后土地问题和 这个时代中国基本 甚至阵营化成到底是什么关系 比如如果把中国革命理解为土地革命 那几乎就可以说 这场革命是在 土改派和反土改派之间很重的 讲的简单点就是 共产党代表农民主张土改 农民党代表地主想被土改 是吧 于是他们干了一家伙 是吧 就出现了 我们讲的这个中国革命 可是 当时中国革命中的这个政治阵营的划分 真的是按照对土地问题的态度 还要划分的吗 这当然就是一个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农民对国共两党是有好异的 这里我觉得 应该说这是一个事实 就是在国共两党 共产党的反习结断 那么的确是 共产党是 占有民心的优势的 而国民党的确是 支持民心的 那这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农民专业 普遍也认为 就同时如果结束了国共两党 大部分农民 还是认为 共产党比较好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 共产党搞了土港 是吧 那么这里 有所能讲的 那么最后就是要说 这个土港 对于这个国共共产党的政府 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那么最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土港 到底是要为什么 土港 是为了民党地权 它是为了解决一些别的问题 那么这些 我们觉得 很值得研究的 是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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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